近日港风男神陈冠希现身香港 与路人合影的陈冠希不在俊夷 整个人穿着随意毫无偶像包袱 莫非陈冠希当真放弃了付出演戏的想法 当年陈冠希因不雅视频成为港圈人人嘲讽的存在 就连是他为骄傲的家人也羞于提及他 那场轰动香港娱乐圈的事件 彻底葬送陈冠希的演艺生涯 而不雅事件中身为受害者丈夫的谢霆锋 近几年仍活跃在电影界培养后辈 两人同为港圈的冉冉新兴 年轻时的陈冠希样貌才华不输谢霆锋 现在却只能看着谢霆锋续写自己心心念念的演艺梦 十一俗意港圈也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属于陈冠希的时代彻底过去 但谢霆锋的大时代却仍未落幕 这么久过去了 相对于两人来说 难道不雅事件只是陈冠希挥之不去的噩梦 陈冠希与谢霆锋都是港风匹帅男神的鼻祖 谢霆锋虽然也因高颜值出道 但比起陈冠希终究少了点匹坏 他是古相优秀 而陈冠希则是皮囊突出 为家中父亲争取颐养天年的机会 年轻的谢霆锋扛起养家重担 年少轻狂时谁没有嚣张过 退去光环谢霆锋就是普通人当然不能免俗 太早成功让谢霆锋品尝到顺风顺水的滋味 他甚至觉得只要自己想做就必会成功 谢霆锋的事业心有目共睹 他一向以事业为主 刚出道时 谢霆锋连休息时间都舍不得空出来 他知道父亲性情潇洒 如果自己再不努力 那么已经年迈的父亲或许连养老都会成为问题 谢霆锋很早就很清楚以自己的家境 若不奋斗唯有死路一条 父亲谢贤着实不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好父亲 谢霆锋感激父亲的生育之恩 却不认可父亲的生活方式 终于谢霆锋依仗个人能力赚得第一桶金 这意味着今后在家中他将有着更大话语权 谢霆锋的野心远不止于此 他要的是成为巨星 长到电影镜头所带来的成就感以后 谢霆锋选择转移事业重心 他原本是歌手出身 但上世纪的港星基本都是全能艺人 谢霆锋见电影势头猛烈不愿放弃这个好机会 深知自己演技仍需磨练的谢霆锋 决意沉下心打磨演技 早在他16岁那一年 谢贤便动用关系帮助谢霆锋少走弯路 谢霆锋能在电影领域飞快斩获成功父亲功不可没 当然 谢霆锋明白只有天赋与资源万万不够 他总要努力接住这份叫人掩热的好运气 18岁那年他的努力迎来好结局 谢霆锋提名金像奖最佳男主 有太多男演员穷尽一生 也没有机会摸到金像奖的门槛 可是谢霆锋才不过刚成年便获得如此殊荣 人感慨谢霆锋未免太过幸运 但谁都没料到一年后 陈冠希夺走了属于谢霆锋的荣耀 一个名为张柏芝的女孩突然出现 作为玉女掌门人张柏芝曾是无数异性的梦中情人 他与陈冠希、谢霆锋两人的履历截然不同 谢霆锋背靠圈内地位超然的父亲 而陈冠希的爷爷则是说一不二的家族掌舵者 张柏芝家中的独鬼父亲则让整个家庭陷入水深火热 纵然后来是谢霆锋与张柏芝的爱恨情仇 更引人侧目 但起初张柏芝竟是先与浪子陈冠希因拍摄广告结缘 拍摄期间两人举止 亲密引来不少媒体大胆猜测 最终这段似有似无的感情 没有得到他们的承认 这段时间谢霆锋将师姐王妃追到手 对于王妃谢霆锋更多的是崇拜与爱慕 王妃的个人成就要高于谢霆锋太多 谢霆锋拜到王妃膝下后 便对这个女人刮目相看 再然后这段师姐师弟的感情渐渐变质 在看到王妃殷勤所困后 谢霆锋抓住机会追求师姐 两人顺理成章 开启热恋时期 当时的谢霆锋不知道她的最终归宿 不是王妃 与王妃恋爱时 谢霆锋对陈冠希的关注度并未减少 毕竟两人的父辈认识 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联系 而张柏芝与陈冠希结束广告拍摄后 又火速进入下一段恋情 玉女掌门人与陈晓东的恋爱消息传遍娱乐圈 恰逢彼时的谢霆锋已经打算迎娶王妃 媒体对风飞恋的重视 不输给张柏芝与陈晓东 乃曾想张柏芝与陈晓东分道扬镳后 南方居然对张柏芝不依不饶 还主动爆料张柏芝脚踏多只船 行为之恶劣连谢霆锋都看不下去 可她怎么也料不到自己 只是为张柏芝打抱不平而已 未来竟会惹来一段长达数年的错位恋 可能是张柏芝年轻貌美 让谢霆锋生了恋隐之心 与王妃藕断丝连期间 她和张柏芝打得火热 王妃素来眼底容不得沙子 怎么可能忍受谢霆锋的不忠 碍于王妃的强硬 谢霆锋还是选择割舍 与张柏芝的关系 另一边张柏芝不甘示弱 接连与陈冠希、陈晓春传出绯闻 一时间关于这几人的花边新闻漫天飞舞 混乱局面在2004年彻底结束 这一年王妃嫁给李亚鹏 不久后谢霆锋牵手张柏芝 至于陈冠希还是没有熟心 谁都以为谢霆锋与张柏芝 结婚后会专心照顾家庭 然而2008年 那起燕照门事件 险些毁掉张柏芝的家庭 不雅视频流出 人们才知道陈冠希这些年都做了什么 陈冠希从来就是处处留情的浪子 可粉丝们不明白 陈冠希爱玩归爱玩 为什么要钟情于拍摄那种视频留作纪念 事件热度暴涨后 越来越多的受害者浮出水面 除去张柏芝就连阿娇 陈思慧等人也被卷入这场纷争 这样的事情被爆出来 对女人而言无疑是毁灭性打击 身为张柏芝的丈夫谢霆锋 第一时间站出来力挺妻子 这样粉丝们对谢霆锋的印象有所改变 可惜这一次却轮到张柏芝 不珍惜丈夫的付出 事件被爆前张柏芝 已经为谢霆锋生下投胎 许是顾忌着孩子不能有一个整日郁郁寡欢的母亲 谢霆锋努力让自己忽略张柏芝的过往情史 尽管张柏芝的不雅照片已传遍大江南北 但谢霆锋在妻子最难的时刻给予鼓励 张柏芝得此丈夫本该心怀感激 可惜当他为谢霆锋诞下二胎时 又与陈冠希传出绯闻 两人飞机上有说有笑 简直不将谢霆锋放在眼底 发生那种事 谢霆锋为人丈夫与男性的尊严被踩在脚下 与往日好友陈冠希的关系 根本不会再有修复机会 他并不奢求事情永远结果 只希望张柏芝能尽到母亲的责任 遗憾的是张柏芝似乎没有将他的付出放在心上 2012年谢霆锋提出离婚 张柏芝还是狼狈退出了几人的错位恋 再然后陈冠希退出娱乐圈多年 而谢霆锋又与王妃再续前缘 陈冠希自从退圈后为了维持原本生活质量 他转行做了潮牌好在发展不错 令他身价暴涨 只可惜演戏沦为他心底再也无法实现的奢望 谢霆锋与陈冠希一样都是不羁的浪子 但谢霆锋知道什么能做而什么绝不能 他这不仅仅是离经叛道 更是对女性的不尊重 这也是为什么陈冠希会因为此事被嘲讽多年的缘由 谢霆锋一直明白自己想要怎样的生活 在他的衬托下陈冠希更像是随心所欲 不考虑任何人的感受 燕照门事件的热度慢慢下去后 谢霆锋也并未因此落井下石 早就名利双收的谢霆锋重新选择赛道 他决定在厨房中领悟生活的真谛 节目《十二道风味》播出后广受好评 谢霆锋再度放红 将厨艺修炼到巅峰 谢霆锋又重回演艺圈 2023年海关战线横空出世 多数人都只是为了片中那几个名字而来 谢霆锋意识到港圈人才流失严重 上世纪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早已不再问全内事 谢霆锋想依靠自己的知名度 尽量挽救港片发展 就算他自己也知道 艺人力量不足以改变整个产业链 可是港圈是生他养他的地方 他做不到看着这个地方枯萎 多年过去终于看懂两人到底差在哪里 谢霆锋迎在了心态 而陈冠希输在太过我行我素